网爆美国盟女加盟北京女排!曾李亚朱婷夺世联MVP2019年4月1日。 据意大利有关媒体报道,美国女排国手,2018年首届世界女排联赛最有价值球员巴西将在下赛季加盟中国排抄,为北汽女排效力。 作为全面型主攻,巴西不仅有着较强的进攻实力,她在异传以及防守等小球环节也将给北汽女排带来帮助。 巴西是美国女排的当家球星,相比其他人来说,她属于大气晚城的球员。 一开始入选国家队的巴西只是球队中的角色球员,但是随着各种比赛的魔力,28岁的巴西被球迷熟悉,她也迅速成长为美国队的核心人物。 最后,2018年是世联赛元年,巴西带领美国女排获得冠军,她也获得了世联赛的首个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。 然而在之后的日本世锦赛上,巴西的表现让所有球迷大跌眼镜,美国女排也在2010年世锦赛之后再次无缘三大赛领奖牌。 本赛季,巴西加盟意大利豪门诺瓦拉,和意大利重炮埃格努成为队友,而诺瓦拉也将在4月5日零点对阵出品所在的瓦吉福银行女排俱乐部,进行欧关半决赛首回合的争夺。 在本赛季,北汽女排很多球员都可以担任主公,和接应两个位置的重任并且都有着出色的发挥,比如曾春蕾以及任凯义,而巴西也是一位主公以及接应都有着不错实力的球员,相信巴西这一特点将可以让北汽女排有更多的首发选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